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巴黎住了40多年 然后在上个世纪中期 他发现了法国南部的美丽小城瓦洛里 决定在那里居住 并开始系统地学习制陶艺术 这幅画创作于1951年 现在保存在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当时的毕加索已经在绘画和雕塑方面有了极高的声望 突然对陶器燃起了巨大的热情 他在瓦洛里居住期间创作了许多的陶器作品 惠宁时间 把国巴黎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